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文哥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最近还没开海 所以都没怎么挂海鲜皮革市场 今天带大家小挂一圈 看看有没有什么稀奇一点的海货 买点回来做本期视频的题材 顶级A半 这一个要1000多瓦 这个东西超好吃的 就平台不过手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吃的 金钱倍 上倍 15块钱一鸡 大纠结虾 这个时候还不够大 等季节到了这个有很大的 到时候我们再做 这种小吃的九节虾 这个样子 该那个大的是天然的 银雕终于有货了 很多时候要看这个银雕 要不我们今天就做这个银雕吧 来吧 来 这个银雕怎么卖 90块 给我多少钱 给你啊 你要的话 给你47吧 可以吧 最大包拿两条吧 再来一次 为什么那只那么白啊 要不要再能白的那只 差不多吧 可以吧 可以吧 摆到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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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不洗啊 你啊 我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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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吗 洗不洗啊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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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太多了 走 两斤 两斤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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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包啊 这个鱼太活跃了 我要先给它换一下去 不然等一下拍不来啊 很多小伙伴不知道怎么给鱼换去 今天我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从这个鱼塞这里割一刀就可以了 大的那条给它换了一下 小的这条没换 给它干一下 不然它会乱跳 这两条 两条大小差距好大 今天灌了一圈海鲜皮划市场 都没啥比较特色的大货 都是一些小货 正好之前有很多小伙伴说 想看这种银鸟鱼 今天刚好有货 所以我就买了两只 太会跳了 这只小的也被我给换水了 两只2.1斤 100块钱都不到 这回价格超清明吧 但是市场上活的不常有 基本上都是卖冰鲜的 在吃它们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它 其实钓鱼的种类有很多 它是属于螺形沐鱼类 是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引进来的 新洲银帆鱼 而且咸水和淡水都可以养殖 鱼苗的时候体色是淡红色的 随着个体的长大逐渐变白 到成鱼的时候体色是银白的 而且个体越大颜色越白 尤其是这个鳞片称亮白色金光散散 所以它被称为新洲银鱼 简称银鱼 据说它的口感特别的嫩滑 而且鱼翅也很少 以内还没有配膜 内战也不多 重点是这个价格还不贵 所以很受欢迎 但是这个鱼长得中规中矩 没什么特色 就是这两个眼睛之间 有一道黄色的横纹比较高兴 虽然说这个鱼比较小 但是它的这个牙齿很大很分利 其他就真没什么特别之处了 那我们就先把它给处理一下 先从大鱼鳞开始 刷刷刷刷刷 手感真好 给它冲洗一下 这个鱼的鱼鳞比石斑鱼好处太多了 可以了 现在把它内脏给处理一下 看一下是传说中的内脏勺 无黑膜 这个内脏真的不多 但是这个黑膜这么多 还是无黑膜 简直就是乱讲 把这个鱼鳝给去一下 可以了 给它冲洗一下 这个黑膜这么多 我估计是养殖的 不是天然的 这个要用刀来刮一下 这个黑膜还不好刮的 这个传说永远都是假的 可以了 把它冲洗一下 我的天 今天这两条鱼我已经洗第三次了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安排 这条小的我们拿来做香煎 这条大的我们拿来做刺身跟刷锅 刺身的先给它切一下 这里再给它来一道 把两根 背部再给它来一道 你看这个肉 你看这个肉 晶莹剔透的 还是非常漂亮的 要把这一块骨头给去掉 要把他这个皮给去一下 哇 这个中间还有一条骨头 要给它去一下 要把这个红红的部分给修掉 再刺身的给它放进去冰一下 这个刷锅的骨头也给它去 先给它打一下刷刀 先给它打一下刷刀 这边也来三刀 终于处理完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香煎的给换下去煎一下 锅热倒油 油热下鱼 给它换一面 来两面生姜 再给它换一面 来一点点82年的清理 生抽 炸锅了炸锅了炸锅了 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要把这个赤身给刷锅的切掉 用厨房子先把它水混吸干一下 你看这个肉晶莹剔透了 看着太有食欲了 这个鱼的赤身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终于可以开始了 今天这个鱼被我切坏了 摆盘摆的不好看 来杯82年的青红酒压压惊 这酒好香好甜 为成年人禁止喝酒吧 我们先从这个干煎的开始品尝 来粉丝先吃 挺香的 汁水很多 但是没有达到很惊艳的程度 这个肉水白水白的一丝一丝的 虽然不惊艳 但是还是挺清甜的 这个干煎的整体来说还行 但是没有干煎的满面来的香 接下来试一下它的赤身 这个才是它的重点 这个赤身的肉真的太漂亮了 原汁原味的11块 这个云雕口感很特别 绵绵糯糯的 而且很鲜甜 一点腥味都没有 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沾一点三葵赤身酱油试一下 沾一下更鲜甜更好吃 这个口感有点入口计划的感觉 nice 这个赤身的口感真的太特别了 一点都不腻 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很绵柔 但咬下去又很细腻厚实 最后一遍赤身 太过瘾了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刷锅的 总感觉这个刷锅的会烂毁掉 这就是清水 放在烫十来秒钟就可以了 可以了 原汁原味的试一块 好鲜甜 沾一下辣椒酱油试一下 还是要沾一下辣椒酱油味道比较好 因为这个鱼本身没有咸味很大 可以了 好嫩超嫩 有预想的好太多了 就剩最后这两块了还没吃过 感觉这鱼太小了一点 这个刷锅的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鲜嫩爽滑在这个刷锅的身上体现了淋漓尽致 但是它绝对不适合拿来做干肩 而满面鱼就非常适合拿来做干肩 淫掉的话拿来做刺身或者刷锅 性价比超高 OK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也记得三连走一步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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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